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裸源》 也许大家都问过一个问题,人是什么?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回答说 人是城邦的动物 基督教则说人是上帝的被造物 儒家的孟子则认为 人和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人有义 对人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 就几乎奠定了古今中外不同的文明类型 今天我们来接触一下人这个概念的一个全新维度 人是裸源 顾名思义就是一只全身没有覆盖毛发的猿猴 是的,你没有听错 这个观点来自于今天要介绍给你的书 它是一本生物人类学经典 名字就叫做裸源 裸源的作者 德斯蒙德·莫利斯教授 是英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 他曾在伦敦动物园担任了八年的研究员 这一部名作自1967年首次出版至今 已经有半个世纪 50年来不断地再版 并且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 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 可谓是影响深远 莫利斯的裸源三部曲还有另外两本 分别是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 单单看这书名就非常的有吸引力 莫利斯就是通过这三部曲带有戏谑的语气 严肃地召告天下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 今天的人类只是一种裸源 人类的种种行为 无非是出自他裸源的本性 而裸源的本性则是原类祖先留给他的遗产 人类演化自猿猴 这个观点除非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大概不少人对此呢 都是有着共识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认为 那些如毛隐穴 刀根火种的画面 是千万年前祖宗的事 如今的人类可是独一无二 飞天入海的高级智慧生物了 确实人类和原类还是有着关键区别的 首先人的大脑相当的发达 其次人是直立行走 群居生活会使用工具捕猎 最后呢 人创造了文化和文明 建立了复杂的群体组织和社会制度 从部落城邦到国家 无不是人之为人的独特见证 但是正因此 大多数人都会拔高人类的独特性 可是在《裸原》这本书当中 莫里斯却非常直接明了地提醒大家 可别忘了 人也就是裸原 毕竟是从原而来 而且呢 从生物的角度来看 无非是原类的一种 即便是再高明 也遗留了相当多的原始本性 人类 你可不要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 人 小到紧张时毛发树立 心跳加速 大到保护领地的欲望 无不招视着动物习性的遗存 在作者看来 是人类的生物属性 塑造了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 而不是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 塑造了人类的生物属性 所以莫利斯这本裸原 就是陈列各种证据 打脸人类的自负 证明人类行为 与动物习性之间的关联的 下面 我就为大家详细介绍这本书 是如何一步一步来分析论证的 首先呢 我们先来点题 为什么人叫做裸原 在全世界193种猿猴当中 为什么只有人类 是没有体毛的猿猎呢 这个问题相当关键 本书呢 也是从这儿切入的 作者举出了 目前已经有的八种推测 有说脱毛 以防止寄生虫的 有说烤火导致脱毛的 有说是为了在多数毛猿当中 容易识别同类的 不过 莫利斯反驳了 前人的这些说法 在他看来 裸原之所以赤裸 是因为他虽然头脑发达 但是四肢简单 比不上其他的食肉动物 但是又要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 所以说呢 在长期追赶猎物的过程当中 为了降温就需要牺牲掉体毛 日积月累就渐渐从毛源变成了裸原 下面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裸原的演化史 看看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而来 走到今天的 对了 之所以说是演化而不是进化 是因为演化这个词 更接近真实的情况 毕竟人类并不是直线进步的 而本书呢 正是要揭示 人类遗留的生物本能 用演化一词更加合适 在这本书的开篇 作者从八千万年前开始说起 把裸原 也就是人的演化史 大致分了七个步骤 第一步 八千万年到五千万年前 出现小型的食虫类动物 这些早期哺乳类动物 块头不大 住在森林或者是洞穴当中 它们逐渐演化成了 比较低级的灵长木 第二步呢 低级的灵长木演化成为 吃混杂食物的猿猴 它们开始灵活的 在树林间攀原奔走 这段时间 大约在两千五百万年 到三千五百万年前之间 第三步 一千五百万年前 部分的猿猴告别多数 住在树上的同类 走出了森林 进入了原野 开始迈开双脚行走 第四步 进入原野的猿猴 开始猎杀其他动物 或者是采集水果 第五步 分水岭出现了 一百万年前 部分的猿猴发育出了发达的大脑 并且形成社会组织的雏形 双手也可以灵活的使用工具 在长期狩猎当中 毛发逐渐的脱落了 在此 裸猿出现了 和其他绝大多数的灵长类 开始分道扬镳 渐行渐远 第六步 裸猿继续朝着生物演化的 不归之路前行 开始结成群体 定居下来 逐渐形成配偶 家庭等雏形 第七步 裸猿已经安居乐业 开始创造文化了 原始的音乐 壁画 陶冠等纷纷出现 人类的灿烂文明 正是掀开历史的面纱 不过这个呢 就是跨出了生物学的范畴 所以说 作者也就就此打住了 我们常说 曹植是七部成师 那么人类便是七部成人了 但这儿提到的人 可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也不是外太空飞进来的 而仅仅是裸猿 经历了森林栖息 到地面活动 到猎食动物 到站地定居 再到创造文化 就这样一步步 从远古时的小爬虫 经历了千万年的缓慢演化 成为拥有发达大脑 灵活双手 直立行走 群体定居的物种 作者甚至幽默地说 第八部就是现在 裸猿已经飞出地球 迈向太空 正在成为太空园的路上 回顾裸猿这一路走来 一路上胜过了低等的爬虫 各种猴类和大猩猩 也是胜过了猫科 犬科等食肉动物 大家看看 跟裸猿最具亲缘关系的大猩猩 现在还在被关在动物园里 吃着水果 抓着狮子被铁门外的人类所观赏 这一幕画面是不是极具戏剧性呢 人类的演化之路可谓是弯道超速发展 不过您可别先乐 莫里斯就冷静地指出了 人类其实跟铁门里的大猩猩 也差不了多少 好 说完了裸猿的定义和演化史 我们就来看一看 人类形形色色 花样百出的各种行为 怎么就不经意之间的 暴露了自己裸猿的本性呢 裸猿这本书收集列举了 形形色色的人类行为 大体上是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分析的 第一个部分是种类行为 第二个部分是种类行为 种类行为指的是裸猿族群内部的行为方式 而种类行为呢 则是指裸猿对待其他动物的行为方式 人类暴露裸猿本性的第一部分 就是种类行为 也就是说裸猿族群内部的行为方式 这些生物习性塑造了人类的行为和社会文化 对此莫里斯是从六个方面去分析的 这六个方面分别是 性行为 育儿探索 争斗 觅食与进食 还有打扮自身 追求舒适 首先呢 第一点就是性 性可以说是裸猿 也就是人类 遗留原始习性最深 最广 也最敏感的一个领域了 当然 谈起来呢 也是最让人感到害羞的 首先呢 对于性刺激 性反应 性行为等 说他们是动物天性的遗留 这都还好理解 但是当谈到性的意义的时候 通常人们就会自动的高冷起来 坚决认为 在这个层面上 人跟动物 还是有着关键区别的 比如人们会说 动物的性行为和配偶关系 是出于生理本能 只是为了繁衍下一代 最多呢 只是有一点点情感上的依赖 而人类的求偶 婚姻 配偶 家庭等 不仅是因为性 更是因为爱 历史上 多少关于爱情的传说 和文学作品 海枯石烂 地老天荒的那样的爱情 也是存在于人类中间的吧 不过呢 对于这些流行的论调呢 莫里斯冷冷的回应说 对不起 你错了 在他看来 人类的爱情 只是童年时 依恋父母的替代品 当你离开童年之后呢 为了填补 离开父母的真空 才造出来 所谓爱情这种关系 而人要谈恋爱 结婚 建立家庭等 一系列的配偶关系 莫里斯则是认为 这些并不是什么 人类独特的精神文明 这种配偶关系呢 则是因为在人类 共同生活 还有外出狩猎的时候 为了避免同类之间的性冲突 而形成的 而为了维持这种配偶关系 就需要防止性刺激 隔离其他可能形成的性关系 比如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遮羞布 遮盖身上的隐私部位 在当代都市当中呢 讲究不要轻易的接触陌生人的身体 不要直视陌生人 用香水和沐浴露除去体腕 不做插开双腿的动作 刮胡须 以除去部分的第二性征等等 这无不是在防止性刺激的随意出现 以保证配偶关系的延续 所以这一系列的习惯呢 其实是因为原类习性遗存 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按照这个逻辑顺下来 我们生活当中的工作 本质上还是狩猎 公务场所其实呢 就是猎场 妻子其实就是性伙伴 总之 莫利斯反驳了性行为 婚姻家庭的文化成因 而是推演出了 他们更早的生物成因 也就是说是裸原的生物习性 在塑造人的性行为 来看第二点 育儿 道理也是类似第一点 你有没有留意过这个现象呢 一般来说 母亲是用左臂 还是用右臂来抱小孩的呢 根据美国的一项统计 80%多的母亲 是用左臂来抱孩子的 即使是在平时习惯用右手的母亲 也有高达83%是用左臂抱小孩的 无独有偶 有学者找到了几百年前 466张圣母抱耶稣的画像 也发现超过80%是用左臂抱的 这真的很有趣 这些统计大体上就能够体现出 用左臂抱孩子 是古往今来人类相通的习惯 对此 莫利斯就解释说 这是因为心脏就在母亲的左侧 用左臂抱孩子 可以让孩子贴近心脏 听着心脏的跳动声 又哭又闹的孩子呢 就会慢慢的镇静 安心下来 所以 抚育婴儿也要遵循生物的天性和规律 所以你说 是不是生物习性 塑造了我们的社会习惯和文化现象呢 当然 也有一些生物习性阻碍了人类的进步 比如作者就指出 婴儿是靠着模仿父母而学习经验的 这种靠模仿来学习的机制 成为了人类根深蒂固 持续一生的习惯 后来 人们往往会固守传统 所谓祖宗之法 不可废 但是呢 这往往妨碍人类发挥创新和才能 很多原始部落 就是因此被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伦理禁忌 所束缚住 最后走向了灭亡 从婴孩到成人的这一点特性 不得不提醒我们 在模仿天性中 也要保护好探索的好奇心 所以 在第三点 莫里斯就特别强调了探索 裸原和他的祖先 原猴一样 天然喜欢新鲜的东西 小孩喜欢在纸上乱涂乱画 完全不是因为喜欢什么艺术 表达什么思想 天资灵敏 更不是为了画画卖钱 这些都是成年人在社会文化习得之后 发展出来的说法 而婴孩画画 纯粹就是为了游戏而游戏本身 当然了 随着人的成长 人一定不会单单的停留在这些游戏上 而是不断的创新 将越来越多的意义 赋予在这些游戏上 并且创造出更丰富的形式 比如说 从婴孩的图写当中 慢慢发展出有规则的绘画技巧 从婴儿的噪声吵闹当中 发展出有节奏的音乐韵律 从随意的手舞足蹈当中 发展出了舞蹈体操等等 人和其他的灵长类的区别 在此慢慢出现了 其实婴儿早期的行为 跟猩猩差不了多少 都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望 都是没有规则的吵闹 摇手 吐血 但是越往后呢 猩猩就没法像人类的婴孩那样 进一步发展出有规律的探索游戏 所以就源头和基础来讲 人类游戏行为的基础 是不是就是裸原的本性呢 当然 从这个基础出发 莫里斯也是善意地提醒 人类越往后的探索 就越会使得本来充满好奇心的探索行为 游戏行为 变得越来越城市化 制度化 这种八股文的趋势 可能会伤及人类的创造力 所以人类需要在探索各种可能性 和富与形式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这就需要人类要时时回到 那种没有被各种利益和观念遮蔽的 最初的探索起点上 来不断地更新当下的各种探索尝试 第四点 莫里斯谈到了争斗 争斗可谓是人类泰山难移的本性了 无论人类社会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 即使以现在最发达的欧美国家而言 也依旧避免不了各种社会冲突 人为什么争斗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为了在自己社群内建立等级次序 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确保领地权 这些原因同时适用于动物界和人类社会 人类是比一般的动物文明了 如今这打架斗殴杀人放火之类的当然是违法行为 但还能时不时地暴露出人的斗争喜性 比如摔跤 拳击 乃至足球比赛 只不过是讲究规则的斗争活动 虽然这些活动不会再直接地伤及性命 顶多伤口流血 但是他们的目的可还是没有变呢 各种成绩 名次 排位 这不就是在建立等级次序吗 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为什么要精心地布置庭院 室内装修 家门口去挂门牌等等呢 还不就是为了留下印记 圈出界限 占有领地权吗 莫里斯说 其实啊 您别看这些行为多么的文雅高尚 或者是精彩可观 其实这些本质上 跟一只狗在撒尿站地儿 还是同一个道理的 听到这儿 莫里斯的观点是不是越来越犀利了呢 且慢 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点 这一点呢 跟吃有关 觅食和进食 在较早的时候 裸园外出狩猎获取食物 今天的人呢 则是外出工作 但是越来越多的食物 依然是可以出现在我们的餐盘当中 我们已经把捕猎与进食分开来了 猿类祖先直接吃猎物 裸园呢 则要加热食物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加热食物不仅仅是为了杀菌 美味 更是灵长木动物的生理本性 也就是模拟猎物的温度 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去捕猎 在杀死动物之后趁热吃了 所以说我们做菜烧肉 其实是要在温度上 不断地还原祖先 猿类进食的感觉 而且在所有的动物当中 也就只有人类继承了 灵长木动物的优良传统 也就是说 不论飞禽走兽 还是水果爬虫 反正是能吃的什么东西 都吃 而且从味觉角度来说呢 所有的猿类 包括作为裸园的人 都爱吃甜 乃至于存在着 是甜癖 无甜不还 各位吃货们 请放心 莫老爷子说了 你胖不是因为你懒 不健康 而是因为 恰恰证明 你就是裸园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吗 基于此呢 莫老爷子还甚至是认为 吃素可能与本性相悖 人类吃肉的习性 是已经在千万年的时间当中 变得根深蒂固了 至此呢 作者还是继续的 语不惊人死不休 到第六点 他就谈到了 追求装扮和舒适的行为 大家都看过 动物世界里边的这种画面吧 就是三三两两的大猩猩 聚在一起 晒着太阳 互相的梳理毛发 抓一抓狮子 这样的和谐画面 其实呢 也有与此对应的人类版本 就是彼此点头问候 微笑 握手 或者是表示亲昵梳理头发 乃至是礼貌的社交闲谈等等 这些都叫做整饰 意思是整理装饰 莫里斯呢 将之比喻为社会性美容 就是通过这些行为来装饰自身外貌 美化行为举止 以促进社交和合作 加强社群内部的紧密联系 除了社交功能 整饰的目的 也是为了使自己感到舒适 这些舒适行为 还包括了清洁身体 保暖 晒太阳 洗澡等等 甚至呢 连生病吃药打点滴 莫里斯也认为 这不过是一种舒适措施 一些常见的小病 即使是病不致命 人们也会发明各种药物 设立专科门诊来应对 更重要的意图是 要引发家人 医生 护士 药剂师等周围的人 同情和照顾 而病的悦重 乃至卧床不起 急需要住院的时候 就更容易使人们重回婴儿时期 得到全方位的照顾和安全感 这样看来 就连生病吃药这一系列 看似合情合理的过程 都是藏着裸原的踪迹 成为了现代版的整式行为 和舒适措施 好 说到这儿啊 我们就说完了裸原 种类行为的六个面向 纵观这六点种类行为 人类的好多行为 如果说稍稍地去留意一下 还真的就暴露出了 不少裸原本性了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看 种记行为 就是说 在人和其他动物之间 又是怎么样的行为 是否是也暴露出了裸原的本质呢 对于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 人类通常会把它们分成五种类别 这些不同的分类呢 就直接体现出 人类和动物的不同关系 然后 人类就会根据不同的关系 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 是杀 还是留 是爱 还是恨 这都会根据不同关系的界定 和区分而来的 第一种关系是食物关系 也就是动物到底被人类猎杀 还是训养 一万年之前 人类社会基本上是靠原始狩猎为生 但是之后呢 慢慢的就开始有计划 有组织的去训化动物了 而不再直接的跑到原野上去捕猎 类似像山羊 猪 牛 鸡鸭鹅等等的 都是人类主动去训养 然后来吃肉的 第二种关系呢 是共生关系 在这种关系当中呢 人类和动物和平相处 动物成为了人类的陪伴者和好朋友 最明显的就是猫和狗 一般而言 除了个别的例外 西方人通常是把猫狗 都当作是家庭成员的一份子 此外呢 比如养牛用来挤牛奶 养鸽子用来送信 养蜂来获得蜂蜜 这些跟人类生活走得很近的动物 也是能够体现出 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共生关系 第三种关系呢 是竞争关系 这个从我们一开始 就为大家梳理的裸原演化史 就可以看出 在人类的演化历程当中 和人类比较接近的大型灵长类 它们基本上是跟人类没有食物关系 也没有共生关系 而是同在一个生态位置上的竞争关系 那么 这些大型灵长类 通常就会遭到人类的攻击 乃至消灭 正是因为如此 人类才会在各种亲缘动物当中脱颖而出 第四种关系是寄生关系 这个呢 也很明显 比如说各种寄生虫 几乎人见人打 寄生虫伤害裸原健康 所以呢最终命运只有一个 被裸原消灭 第五种关系呢 就是天敌关系 比如说会攻击人的老虎 狮子 毒蛇等等 人类如果不小心碰到它们 就有很大的概率 会是处于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的处境之中 对于天敌 人类必须及时躲避 或者是干脆除之而后快 好 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这五种关系呢 还不单单处于一种 好吃或难吃 有用或没用这样的经济算计层面 这里边呢 还衍生出了多样的文化心理意义 比如说 人类会将各种情绪感受 赋予到不同的动物身上 比如说 蛇往往象征着阴森恐怖 和人类的恐惧感相对应 所谓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颈绳 即使是人们还没有亲自见过蛇 但只要看到类似蛇形的长条状 也可能会打个冷战吧 所以说 人们就会创造类似蛇蝎心肠这样的比喻 来代指人格上的阴暗 并且呢 在文学影视戏剧当中塑造出 类似这种动物象征的人格性情出来 这种动物象征在古今中外 普遍存在甚至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这些都是人类在千万年的历史中演化而来的产物 有着根深蒂固的生物属性 如果不理解这种生物习性遗存 也就很难理解这些形形色色 复杂多样的动物文化象征 好了 在这儿呢 我们就介绍完了裸原的种类行为和种计行为 我们先稍微的做一个小节 裸原的种类行为有六个方面 包括性 育儿 探索 争斗 逆食与进食 整饰和舒适等 而裸原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种计行为 则是存在五点关系 分别是食物关系 竞争关系 共生关系 寄生关系和天敌关系 不同的关系呢 则是会分别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话说回来 在这本书当中 莫里斯详细介绍了形形色色的人类行为 目的就是一个 就是论证他在本书开始抛出的惊世骇俗的看法 那就是 人类自诩高明 其实不过是裸原 人类身上和人类社会的角角落落 都仍然遗留着各种原类习性 虽然人们对此习以为常 往往不加思索 但是毕竟一直存在 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服不服气 但是呢 其实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看法上 他更进一步的指出 正是因为人类不过是裸原 所以人类才更加需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过于自大 不要认为技术的飞速进步 可以超越自身的生物天性 人类要看清楚自身的局限性 不应该过分的压抑自身遗存的根深蒂固的生物天性 同时要尽可能调试生物天性和文化创造 只有这样 人类文明才会更加的繁荣多元 而不至于在演化之路中 像其他灵长类那样出局 对于这些用意 想必大家应该也能够产生同情和理解吧 好 现在呢 我们大体上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内容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地位和价值 首先呢 严格来说 裸原应该归入通俗科学一类 所谓通俗科学 本质上还不能够算是严肃的科学研究 顶多就是给非专业社会大众的一种科普写作 那就是说呢 虽然说谈的 都是科学的前沿话题 但是因为那些领域都还是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当中 许多说法在学术界还远未达成共识 更不用说是定论了 当然 虽然这些观点还没有定论 也有相当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但是好处就是 帮助我们脑洞大开 拓展对于各种现象的想象力和理解力 对此呢 我们无需过分批评 但是确实需要留个心思 对书中的观点不可不信 但是呢 也不能够全信 其次 我们有着必要 从更为宽广的历史脉络 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价值和影响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哈姆雷特当中那段精彩的台词 啊 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 理智是多么的高贵 力量是多么无穷 行动多么像天使 洞察多么像天神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这一句豪言壮语 可是说出了文艺复兴时期 对人类崇高地位的欧歌 而近代以来呢 由于科学发现 技术进步 资本主义的发展 又出现了一种 对于人类未来 无限乐观和信心的意识形态 两者河流 人类中心主义 击重难返 人们自以为 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这种意识形态 造成了世界性的生态危机 还有人道灾难 越来越多的耕地变成沙漠 生物逐渐灭绝 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暴虐 也是愈演愈烈 最终引发了惨绝人寰的 一战和二战 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 西方社会陷入了反思 无数文学作品 哲学思想 流行艺术 都是对人类的自信 做出了回应 比如 流行意识的存在主义 还有荒诞派小说等等 但是好景不长 1950年代以后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 被二战毁坏的世界 得以重新走上 高速发展的道路 科技的进步 似乎让曾经无比灰心的人们 重拾信心 开始展望美好 进步的未来 对人类无限乐观的意识形态 又开始抬头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当中 莫里斯 裸原的面试 给高歌猛进的战后欧美社会 敲响了锦钟 裸原的面试 还带动了当时新思潮的发展 到1970年代 一大批结合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流行了起来 比较知名的就有道金斯的《理性的自负》 威尔森的《社会生物学一个新宗论》 传统的社会科学是从分析人类的经济 政治社会阶层入手的 但是这一波新达尔文主义 从动物学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 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著作现象 确实是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著作典范 直到现在这一思路下的作品 依然是层出不穷的 好了 以上这些就是裸原这本书外的 更广阔的历史背景 如果从这个大背景来看呢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 裸原这本书 确实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它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也提示我们 人类不过是裸原 但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类 是卑微和高贵的共存 我们要实时回忆 理解这个出发点 然后呢 继续谦卑地走下去 好 裸原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下一本好书与你再会